好,这个搓汤圆呢,是冬至一种特别的习俗 平和社区发展协会就举办了欢乐庆冬至团圆搓汤圆的活动 邀请200多位的社区长者以及孩童一起来搓汤圆 在寒冷冬天里十分温暖 平和社区发展协会号召长者与社区孩童举办了一场搓汤圆的活动 200多位的社区长者与孩童一起将准备好的糯米面团 搓揉制作成汤圆 让社区里的阿公阿嬷一起活动身体 在寒冷的冬天里十分温暖 从制作糯米面团开始 小朋友与长者分组合作 在教导孩子将汤圆搓圆的技巧 孩子发挥创意将小汤圆堆积成雪人汤圆 长辈们看到可爱的汤圆笑得不亦乐乎 而赞助此次活动经费的先议员张怀文也表示 在岁末年中之际 让彼此之间能够透过做汤圆的活动 拉近人与人的关怀 让传统文化也能够得以延续 最主要的是谢谢青天公每一次都有谢谢田 以及我们各位委员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我们棒活动 大家都知道每一年到了冬至 冬至要做什么 所以要请这个冬至 大家圆圆满满 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共聚一堂 享受天伦之的 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平和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了这个戳汤圆的活动 你看专专的人都来 真的人气非常的好 我想民俗就是传统 我们希望这个传统文化要延续下去 250斤的糯米面团 在大家的巧手之下 纷纷煮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冬至汤圆 县员张怀文、徐雪义 代表会主席郑美香等贵宾 也都到场致意 并与现场民众同欢 让农历年节的气氛 也感觉越来越近了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